中文字幕——YK 其建造史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存在 是谁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近日 河北省政府文事研究馆馆员梁勇 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解读赵州桥千年不倒之谜 及其在世界桥梁史上的独特价值 最早把赵州桥这样一个伟大的建筑 推荐给世界的是梁思成先生 曾经到过赵县 到过正顶考察这些古建筑 所以他写了一篇论文 梁思成和林慧音就把这篇论文寄到了美国 然后在国外发表了对赵州桥的介绍 在中国它本来就是一座名桥 只是国际上很多人不认识它 在中国呢 一千年前 我们的史书当中对它就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北宋 宋史 这个《方记传》当中 专门记载了一个正顶和尚 修建赵州桥得到了朝廷的保奖 所以他不是我某某无闻 他很有名 梁勇表示 赵州桥建造工艺独特之处 在于他在世界桥梁史上首创厂监工结构形式 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桥梁设计的新纪远 它是目前我们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大型单拱厂间施工桥 什么叫厂间呢 就是在大拱上面 两侧各建两个小拱 说这有什么意义呢 它有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用石材用的少了 减少了这个大石桥的总重量 这样对于石桥的桥墩和桥底啊 都减少它的压力 另外就是减少了建桥石材的耗量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开着两个孔 在洪水从这儿宣泄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宣泄洪水 另外呢 就是这两侧厂间 可以使大桥的桥面 变得颇缓 这个颇度可以变缓 这样上桥的人畜 都比较省劲 这就是当年 我们赵州桥这样 李春的大智慧 梁勇说 历史上赵州桥经历过多次地震 洪水等地质灾害的考验 而屹立不倒 这得益于赵州桥的建造者 李春的科学计算 和对当地地理环境的了解 赵州桥这么大的一种大型施工桥 而且这个拱这么大 下面的桥墩就铺了两个石台 经过科学测算 这个桥台对下面沙里层的负荷度 非常的高 所以它按照现在的我们这个计算指数 每平方厘米能承受的6到5公斤的压力 它就能承受住 所以说明李春设计这个桥 包括他采用的这个厂间 减轻桥梁的总重和他说建的桥台 都是经过科学计算 建桥的选择位置 这是他的智慧 如果我们在北方的大河上 你要选择向右弯道的右岸上 这个地方它就很不稳定 因为按照我们地理学上叫地转偏向力 就是水在拐弯的时候 对右岸的冲刷是很强的 所以李春他肯定懂这个 所以他选择的地方河道相对比较值 在梁永看来 赵州桥的修建 不仅让大型厂间石拱桥建造技术 在中国遍地深耕开花 也为后人留下了因地质疑的匠人精神 中华文化圈在古代这一千多年里 其实赵州桥影响还是蛮大 比如说京津记 就仅仅说我们京津记地区 明朝以前这种大型石拱桥 大概就都有二十多多 都是个很大的 大部分桥梁都受赵州桥这样的影响 在日本很多 包括说的眼镜桥和日本桥 在印度在斯里兰卡 包括越南 这些地区有很多古代的桥梁 都基本上受我们中国赵州桥深远的影响 但是他同时 我们中国古代这些能工桥匠 不单传承了李春的技术 我觉得他们也传承了李春的精神 就是因地质疑